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郁京丰和杨生也在一旁下了马 负责四扬马匹的兄弟过来 接过他们手中缰绳 凤九儿转身往外走 郁京丰一点都不敢怠慢 急忙跟上 九儿小姐 我都坦白了 你不是打算帮忙吗 九儿小姐这里人比较少 你赶紧说完呢 你当真想取雪飘吗 凤九儿又侧头看了一眼 郁京丰的心里 凤九儿能猜得好几分 她对她也很放心 要是她真的对雪飘好 雪飘肯定能幸福 过两三年 郁大打也有三十了 童年人小孩早都打酱油了 她也是该考虑人生大事的时候了 郁京丰连连神 低声回应 想 想的 想就想 在九儿小姐面前 没什么不能说 更何况 九儿小姐这急性子 要是她还犹豫着 她又得说算了 嗯 九儿点点头 没有特效药 你好好对她 好好开导她 多陪陪她就好了 雪飘这种情况 不算严重 但她融入大家的生活 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就像她愿意和我们作伴 是因为药材 药材 使我们有共同语言 可惜这么长时间 雪飘还是沉默不语 不喜欢和人说话 你不同 不管如何 她都主动和你说话了 也愿意表达她的心意 就像她说的 让你一定要回去一样 这是她心里想的 她愿意说出来 而不是总是一副 漠视的态度 玉京丰 因为你 她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所以你不必多做什么 保持现状就好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 你一定不要骗她 要是你骗了她 恐怕她再也很难 相信别人了 就这么简单 我不会骗她 肯定不会 那就好 以后雪飘就交给你了 交给我 那个一下子 像似多了个娘子的男人 笑得连眼睛 都几乎看不到了 娟儿小姐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凤九儿回头 扫了玉京风一眼 声音低沉了几分 雪飘是孤儿 她就是我们的家人 要是你敢对不起她 我们天机堂的人 都不会放过你 不会 秋儿小姐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 辜负雪飘的 嗯 奉九儿汉手 收回视线 加快了脚下步伐 刚才还叫冷姑娘 一下子就换成了雪飘 玉大大 你敢说 你不是早有预谋吗 玉京风 是不是早有预谋 没有人知道 但现在的她 看起来就像是 换了一个人似的 对呀 都是有娘子的人了 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了 前后不到十个时辰 她怎么就成了 有娘子的人呢 就连玉京风 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个事实 明明八字 还没有一撇呢 玉大大就觉得 这事已经成了 从今往后 她真是有娘子的人了 话说回来 玉大大 你有问过 人家雪飘姑娘的意思吗 凤九儿敲响 月见飞门的时候 出来开门的是乔木 乔木被迫休息了一天有余 脸色红顺了些许 她看见凤九儿 玩玩袖子 就像是有用不尽的力气那般 什么眼神啊 凤九儿挑挑眉 举步走了进去 我还能有什么眼神啊 成天被滑解 好吃好喝供着 还不准外出 乔木有点小抱怨的 跟在凤九儿身后 这命令是凤九儿下达的 她不跟这丫头抱怨 还能跟谁抱怨呢 结果 这丫头忙前忙后 问都不让她多问一句 秋儿 我在外面守着 杨生停下脚步 并没有走进去 凤九儿点点头 继续朝里面的人走了进去 玉京风看着店中 现在就只有三名女子 也停下脚步 九儿小姐 那我也在外面守着吧 不等凤九儿说话 玉京风转身大步往外 凤九儿也没有理会 来到了桌子旁坐下 店中本就只有 唐小华和乔木 现在多了凤九儿 凤九儿敲门的时候 唐小华和乔木 正翻阅书籍 唐小华看着一处 连凤九儿进来 都没有抬头半分 凤九儿也没有靠太久 在唐小华对面坐了下来 她看了看唐小华 视线落到桌面的书籍上 有何进展 她问话的对象 是身旁的乔木 我大概能猜到 陈红在搞什么鬼 唐小华丢出一句话 凤九儿和乔木 都没有再说话 一顺不顺地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 唐小华握着手中书册 抬毛看了看两人 三环阵 是我师父当年 比较得意的一个阵法 师父说 要成功布阵 没有二三十年的造诣 肯定不行 所以一直没有教我 具体的方法 这几本书 是我师父给我留下的 陈红并不知道 这几本书的存在 要不然这书 一定早落到她手中了 但她懂三环阵 根据龙十一 两次探测回来的消息 我可以肯定 这是三环阵 那具体是什么阵法 凤九儿低声问道 听起来就不容易 而且还是布阵法师的 拿手阵法 肯定不简单 三环 就是字面上三环的意思 意思是 咱们要破解三环 才能进去阵法之内 九儿 这阵法 我没办法破解 是真的不懂 所以咱们只能硬弓 腾小华再次叹气 这些年 她过得太安逸了 要不是这样 现在 她也有用武之地了 硬弓就硬弓呗 咱们这么多人 根本不需要怕 乔木挑挑眉 视线回到凤九儿身上 那边的事情 处理好了吗 什么时候进宫 乔木浑身是劲 打仗 就是要一鼓作气 她身体好得很 根本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将它 当成病患看待 还有一种药材 凤九儿轻声回应 听说 只有黄松村有 黄松村 不就是陈红 现在占据的村子吗 乔木越眉一簇 对 凤九儿点点头 我这一趟过来 就是来通知大家 准备进宫 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 等你来拿哦 就像我一样的那种 这些人 在这种情细 你会面对我 这种情细 你对我来说 你对我来说